那切到那个Sum的工作表 这个工作表里面的话 大概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 这个卡卡实验小学 当然如果只是单单用Sum加总的话 太简单了 所以这里的话呢 有三次月考 那如果说我的月考 不是把成绩加起来 而是说它上面还有个比重 比如说第一次占百分之30 第二次一样百分之30 那第三次呢就占百分之40 OK那我应该怎么计算 就是这个成绩乘这个成绩 加上这个成绩乘这个成绩 再加这个成绩 当然理论上一般习惯是这样 就是如果你不知道用哪个函数来完成的话 你可能就什么 这个成绩有没有 成上上面这个成绩 那待会要考虑到什么 向下填满的问题 所以这个十一前面 可能先把它加个钱的符号吧 因为等一下向下拉的时候 这个十一的位置 这一列是不能变动的 因为底下都要去乘这个位置 OK 然后再加什么 加上这个成绩 乘上这个比重 加上这个成绩 乘上这个比重 然后呢记得 十一列的地方就把它锁 前面加个钱的符号 那蓝的部分不用 因为我们是向下填满不是向右填满 打个勾 那这个时候的向下填满 OK 就基本上总成绩就算完了 那如果说呢 我希望 假如说呢 我不要用公式来完成的话 那有没有哪个函数可以完成 其实插入函数的话 你可以看到数学函数里面 数学 这边有没有 数学与三角 里面的话呢 其实有一个函数 sum开头的 sum相关函数的话呢 你会发现 特别注意哦 这个当然加总了 那我们其实不是要sum sum 我们有一个叫sum product 那sum product这个函数 它其实基本上也有个sum 那sum product特别注意哦 其实这个指的是什么呢 多范围相乘 就是传回多个阵列或范围的各相应元素 乘积就相乘之总和 把它乘起来 那这个地方刚好 好像是符合我们的需要 我要的是这个范围 乘上这个范围 那不就是我们要的结果吗 所以这个当然sum product 似乎符合我们要的这个需求 所以第一个array 这边说 以后你如果看到条件是叫array的话呢 就是阵列 那理论上就是范围啦 OK 没有特别的语 应该就指的是范围 那第一个范围 它说第一个范围 第一个范围就是我们的比重 第二个范围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乘期 OK 好 那再来的话呢 当然等一下一样会有个问题 就是向下填满的问题 那填满的话呢 请你把那个这一列第十一列 十一的部分呢 加个前的符号 这样意思就是锁定这个十一列 待会呢十一列的部分不要变动 那十三列因为会向下 因为每个人的成绩要变动 OK 好的说按确定 好 那我们把它设定为整数好了 OK 把这边减少小数点 向下填满 那结果会不会是一样呢 一模一样 OK 那除了这个方式之外 待会请各位练习第三个VBA 后面一样 我们要延伸 那第一个是用公式 第二个的话呢 是用那个三波打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希望把它变成VBA 最好以后这些事情都不用做 就是最好是直接帮我把结果丢到这边来 那当然呢 你可以复习一下嘛 也许你可以把这个公式 改一下 是不是可以直接丢 也许第一个输出公式 第二个的话呢 就把资料 里面的资料清空 那第三个的话 如果你假设不要输出公式 你是要用VBA 直接计算完之后 把这个计算的结果丢到这个储存格里面的话 该怎么做 其实基本上 有三道题 三个按钮 一个输出公式 一个清除 一个是计算完结果直接丢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那这三个按钮前面呢 基本上我们都有做过 只是说你要很熟 OK 所以特别注意 如果你希望将来呢 VBA部分呢 可以成为你的一项 你的一项 这个 你的一项技能的话 你可能 一定要够熟练嘛 否则的话 这东西 即便你想写 可能也比较容易卡住 那当然你有办法很快做出来 你才有办法 这个大量的使用在你的工作上面 提高你的工作效率 OK 那至于怎么做呢 请各位先完成我刚刚讲的两个方法 那当然第一步 请各位在第11列的上方 加上那个第一次月考 到第三次月考的比重 各30、30、40